今天要介绍一个重量级的技术突破 SKYWILLS VR 它是全球首个可以无限延长影片长度的 开源AI影片生成模型 这里有几个视力超级夸张的 一次生成了长达30秒的影片 并且还没有结束哦 你还可以一直拍下去 甚至你只要输入一段文字 它就能帮你搞定整段剧情 支援多角色分镜 还能设定角色的动作互动场景变化 生成背景音乐 连嘴型都可以帮你对好 下一部的包款剧 可能就是你用AI敲键盘生成出来的 今天的影片 我会直接在SKYWILLS的网页版实测 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真的扛住 长时间的剧情生成 来到SKYWILLS AI网站 我们点开AI影片 首先就是图片或者文本生成影片 可以看到这里最长是可以生成30秒的影片 而且它是支持4K影片输出的 后面这个是Effect动作效果 可以添加角色图片 然后为这个角色加一个动作效果 比如我们常见的展示自己的肌肉 拥抱 接吻 还有变身 甚至是这个被水泼 你还可以创建自己的动作效果 这个我们留到后面再讲 然后就是角色参考 影片时长扩展 还有口型同步 OK 我们先来生成30秒的影片试试看 我先添加地震的场景 我想生成一个沙漠狂奔的30秒影片 OK 检查一下 生成一则30秒的4K影片 点击创建 等待这个影片生成的时候 我们再来试试看吉普利风格的AI动画 在风格这里选择吉普利 哇 我就是参考了 宫崎骏哑上的《波溜》这个动画里的场景 来写提示词的 AI理解的超好 女孩从天空缓缓飘落 男孩伸手接住了她 云层里面还有飞鱼穿梭 又梦幻又温馨 再来看看沙漠狂奔的 跑步这些动作稍大的运动 更加是可以测试出影片效果的 还可以哦 战斗机从头顶飞过去 跟女生跑步的速度以对比 超级震撼 紧张感拉满了 还有相机运动拍到了前面爆炸了 我还加到难度了 让她边跑边找地方躲起来 结果AI处理人和墙的互动很自然 动作协调顺畅的躲起来了 非常厉害 如果你的故事没有讲完 也可以使用Sky Wheels的 扩展影片时长功能 在这里可以导入影片 或者扩展你刚刚生成好的影片 也可以直接在影片上 点击这里的扩展影片 我就把这个影片扩展一下 比如让小女孩指着天上的飞鱼 然后选择扩展影片的时长 5秒到30秒都OK 然后点击创建 OK 无限扩展影片加30秒的时长 完全可以把一个故事讲完整了 可以是重逢的聊天 或者一起在谈论天上的飞鱼 再来看看这个新功能 其实就是用来训练视觉特效的 简单来说 像是拥抱 亲吻 舞蹈动作 甚至泼水到脸上的瞬间 这种有特定动作 或者画面感的效果 我们都可以把它训练成专属的模型 除了动作以外 角色的外观 整体 风格 甚至是镜头的运动 也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训练 比如有一个非常火爆的舞蹈动作 我想复刻一下这个效果 那就点开这里的EFAC 点击确认 在这里需要提供10到40则 相同动作效果的影片 要求是5秒之内 画质支援最高1080P 我上传了韩国女团成员 张远英的这个经典舞台动作 来到右边 首先我们需要输入触发词 下面的学习速率 步骤数 比例 这些参数全部都用预设值就OK了 还可以给这个动作效果搭配上背景音乐 可以通过文本生成声音 也可以直接上传声音 我这里就不添加了 更厉害的是 在训练的同时 你就可以直接开始生成影片 只需要在这里上传角色图片 它就能帮这个角色复刻这个动作 OK 点击下面的开始训练 训练完成 点开 一共训练了6个模型 选择效果最好的 设置为预设默认值 底下这里还可以点击 发布这个特效动作 训练成功这个动作以后呢 就可以套到任何的角色里面 可以直接在生成影片之里 点开Effect 这里就是刚刚训练成功的模型了 下面也有非常多的 展示肌肉 拥抱 变身 还有被水泼到脸上 甚至是飞到圈上 选择你要用的模型 左边需要上传图片 图片里面要有角色 然后点击生成 哇 好正点 以后你只要提供一张图片 选择这个视觉模型 就能让图片里的任何角色 做出这个动作 可以说分分钟就把经典复刻了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SkyRules的AI剧集生成功能 你只要提供一个简单的想法 它就可以帮你从头到尾搞定 从剧本创作 角色设定 分进脚本设计 到最后自动生成影片 整个故事就可以被构建出来 超狂的 如果你没有想法 也可以从它提供的剧情模板里面挑选 有超多的热门主题 像是从贫穷翻身到富有 办公室的内部斗争 上面就是主题 狼人与吸血鬼话题 还有禁忌之恋 我自己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 复仇与救赎 里面的内容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这个 感觉就是那种主角回到过去 要为一件事情讨回公道的剧情 还真是 主角发现了自己的未婚夫 和最好的朋友同传共争的时候 他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然后他就利用了实验性的时间装置 瞬间穿越到了未来 在未来 前未婚夫和他的好朋友就面临了破产 他自己就是一位科技巨头 然后他们之间展开了很多故事 如果你自己就有脚本 那可以直接上传 如果没有的话 就像我一样的操作 写好你的想法 然后点击生成脚本 他就会自动帮你生成完整的剧本 整个故事有哪些角色 在什么样的场景 说了什么话 发生了什么故事 这里都有了 下一步就是点击generate character 自动建立角色 他就会把故事里面的所有角色都创建出来 比如这个是主角 这个是前未婚夫 这个是主角的好朋友 角色的外形 如果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没有关系 你可以直接修改造型的设定 我想改一下他的肤色 发型 还有他的脸部特征 在这里呢 就是我想要的一个角色脸部特征了 比如古铜色的皮肤 卷发的 如果你对身材有要求的话 也可以输入到这里 往下呢 这里是输入他的一个服装或者配饰 我不喜欢蓝色的西装 我给他换成一个灰色的西装 最底下点击重新生成角色外观 OK 还不错 是我想要的效果 然后呢 就返回 可以看到角色外观就更新了 再来点击下一步 他会自动帮你把整个故事拆成一个一个分镜场景 从镜头位置到画面构图全部帮你拍好 你根本就不用导演 也不用摄影棚 AI就像是你的分镜师 摄影指导一样 把每一场戏都安排的明明白白 而且这些场景都是可以自己调整的 比如这个场景里面有两个角色 点击这里的编辑 在角色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对应的名字 往下在图片这里有一个pose reference点开 这里就有很多的动作互动 比如我想把它改成是这个动作 然后点击确认 然后就要选择好这两个人分别对应我剧集里面的哪个主角 比如第一个男的就对应男的 第二个女的就对应女的 OK点击确认 可以看到这里就已经修改了我们这个场景里面的角色互动了 然后点击生成 看到没有 这个场景的动作呢 就从这个变成了我刚刚设定好的了 OK点击返回 就是这一个场景了 如果没有修改的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一键生成影片 OK一起来看看生成的结果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re was this weird light and she just disappeared We destroyed everything No she can't be gone 说实话 AI剧集生成确实是一项新颖而且极具潜力的功能 Sky Wheels这套模型的训练规模也超级惊人的 涵盖超过了1000万段电影和电视节目片段 可以说是把全世界的视觉语言通通都未进AI脑袋里了 你看它生成的影片会有很细致的人类面部表情 自然的动作组合 镜头语言专业 这种功能的朋友真的很推荐去玩玩看 影片最后我也放了一些大神们的生成作品给大家参考 超精彩 也非常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看法或创作 我都会去看哦 未来我会继续帮大家整理 AI领域最新的模型工具还有各种使用的资源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记得帮我按个赞 订阅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后续更新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我会分享一下 Mark, what's this about a secret offshore account? Going through my desk now, Mrs Beaumont? Our marriage may be a contract but I won't ignore possible crimes And if I said that's just business Then prove it! Show me what you're hiding careful Jenna curiosity killed the cat maybe but this cat has nine lives tell everyone about the Cayman's account Mark public confrontation how dramatic you think this is funny this game you're playing very much so if you don't explain I will careful darling you might not like what you find try me trouble in paradise already darling what do you want Charlotte to warn you secrets don't stay buried forever what are you planning something worth watching like your little wife's performance tonight my daughter's little stunt could ruin us both control your daughter Duval I arrange this marriage to protect our empires then perhaps you should teach her discretion fix this Beaumont or I will for you me you 感谢观看